嘿嘿嘿,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快乐是个蛋糕 谁分享谁就海陪 大你愿婚,二你愿婚,二你愿婚 小你愿婚,小你愿婚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快乐的Family 一家快乐的Family Family 大姐哥,今天休息啊 没有,今天我下班早 哎呀,买的桃啊 对呀,妈呢 妈在屋里歇着呢 妈,妈,出来吃水果了 哎 妈咋的呢,嗓子 哎呀,昨天呢,妈炸那个咸淡鱼 结果太咸了 妞妞就吃了一口,都不吃了 妈怕浪费了,就全给打扫了 然后呢 然后就hold着了 哎呀,你说妈这是何苦呢这是 正好我买这桃,汁可多了 让妈吃吃润润嗓子呗 哎,你买了多少啊 买了七个 完了,你信不信,这桃妈肯定不吃 妈为啥不吃啊 我发现你就不如我了解咱们妈 你拉倒吧 我是妈亲生闺女,我还能不比你了解她呀 那也不行 我是女婿 女婿的基本任务就是揣摩丈母娘 你拉倒吧你 哎,这么的大姐夫 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你说吧 等会儿妈如果不吃这个桃呢 那我就,我就刷一个月的碗 你说话算数了 算数了 行,我要是输了 我就刷一个月的碗 哎,不是大姐夫啊 妈吃不吃这桃好像 你都得天天刷碗吧 是吼 你这样,没事 我要是输了,我学个碗 那碗咋学啊 碗还不好学吗 拉倒吧 你那学的不像 那碗里有东西 啥呀 有颗肉丸子 跟你说,你别瞎说啊 你别瞎说啊 我再让爸听见,爸不高兴 跟爸有啥关系啊 爸小名就叫肉丸子 哎,妈呀 谁这么打蛋 敢给爸起外号啊 妈起的 哈哈哈哈 别说起的 妈,妈 出来去谁玩了 来了 妈 妈 你看看我买这桃好不好 哎呀 这大桃可真好啊 我会买东西吧 那你看看谁生的姑娘啊 哎呀姑娘啊 这桃个个软软乎乎的 对呀,都熟透了 能不软乎吗 妈妈妈,你吃一个 都洗好了 你吃一个 买几个呀 七个呀 十 妈妈 那啥 妈不吃了 你们吃吧 别别 妈,你看你 你怎么不吃呢 你妈现在 不愿吃这软和东西了 不喜欢吃这个了 哈哈 不是,妈,我记得 您不是最喜欢吃软和桃吗 妈妈妈,你吃一个 现在岁数大了 那个有点添毛病了 不爱吃软的了 妈 妈妈妈妈 我觉得你正好吧 那个不舒服 嗓子这桃 你吃一个润嗓子 妈,你吃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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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对呀,老姑娘 妈,想起来了 那冰箱里头 上个礼拜还有好几个苹果呢 妈一会儿吃个苹果 吃个苹果 行 你们吃吧 哎,妈,那你先回去歇会儿 哎,哎,好 哎,哎,哎,你过来 怎么样 梳没梳 梳了 别忘了啊,刷一个月嘛 我的女孩 嗯 妈不吃这桃 我怎么感觉你还挺高兴致的呢 不是 我跟你说 你这方法有问题 你信不信 这个桃,你大姐夫要给妈吃 她肯定吃 我不信 对了 不相信 要这么表示 咱俩再打一次赌 你说吧 如果妈等会儿能吃这个桃呢 那我就再多刷一个月的碗 你连着刷两月吧 俩月 你说话算数就 再说 行 你看你大姐夫的 你们这智商啊我跟你说 来小米粒你咬一口 我咬什么呀 你快点咬一口 你快咬 咬 好了 妈 妈 哎啥事啊 妈 哎呀你说这咋整啊妈 妈你看 妈 你看这么好的桃 小米粒 吃了一口人家不吃了 你看妈你做 你看啊她说了 说这个桃啊太甜 没有酸味 不符合她对桃的审美 这咋整 我说小米粒啊 你不酸你还不吃 你还想吃啥呀你啊 你呀你呀 跨兜有俩钱 不知道咋嘚瑟了 妈我那个 你别说话 你别说话 那么馋还好意思说话 妈 你看这小米粒你咬这么一口 你别人也不好吃了 就这样把它扔了吧 拿回来 外家的孩子们 你们不吃 我吃 哎妈妈妈 你这样吧 您给我 我把这桃掰开 完了我把里面那壶给扔了 哎呀 壶可不能扔 我屋里想个花盆呢 一会儿把它种上 好好好 好好好 慢点吃妈 来慢慢吃慢慢吃 哎妈呀 街坊邻居们 我厉害不厉害 怎么样 厉害 我服了服了服了 你这中午吃完饭 这碗还没洗呢 还洗碗 以后俩也要连着洗 听见没 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呀这一天哪 把俩这腿都要溜细了 行了就别臭美了 出去买东西呢 高兴的事儿 累就累呗 不是给我俩买的 都是给妈买的 都是给妈买的 对呀给妈买的 你看还买两件的 你看好不好看 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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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好看好看 你看这好不好看 我觉得好看 我给咱妈买两个 对 看看 又来俩乱花钱的 啥就乱花钱 给妈买就乱花钱的 就是 你们还别说啊 那小米这说 这还是有道理的 你们信不信 给妈买这衣服 妈肯定不要 为啥不要啊 我就不跟你们啰嗦了 这样吧 你们把这个事儿 我交给你大姐夫 你大姐夫来给你们完成这个任务 好不好 我让妈穿 妈就能穿上 把的不咋的 你还不相信我吗 我这实力 来媳妇 你穿上 哪件是你的 我都慌到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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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孝敬我妈的 哪来孝敬你妈呀 啊 不是 孝敬你媳妇啊 二敏 你到现在 你对你大姐夫这个认识还是不够 你大姐夫现在太聪明了 我跟你说 就我这智商 小敏 介绍一下你大姐夫的智商 那个 大姐夫心眼多 听她的 什么心眼多 智商高 心眼 一个意思 来来来 你穿哪样 这一样 穿上 来来来 二敏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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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大姐穿上 快 别啊 妈 妈 哎 妈 哎 妈 哎呀 妈 你看 那个二敏啊 和大米他们又去买衣服了 你看 买这衣服 哎呀 我说你这俩丫头啊 这单子没事 怎么老往家买衣服呢 三天一件 两天一件 买那些有用吗 是 妈 那个 他们还想着我呢 给我也买了一件衣服 你看 这给我买了 还有这个呢 给我买 给我买的 还有这个 但是 妈 你放心啊 就这件衣服 还有这个呢 都没花钱 人家这个是买衣送衣 这是白送的 哎呀 白给的啊 白给的 那可快好了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 妈 这个我穿的确实 我觉得不合适 哎呀 你就穿着试试 万一它好看呢 是是是 是是 是是 那妈看看 好看不 行吗 真买幻也挺好的 行吗 挺好看吗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头是头黑啦 快看看快看看 快看 看起来这是 这 来俩啥玩意儿啊 不好看啊 啥的现在鸡毛线都成精了 什么成精不成精 爸你俩干啥呀 我们拿这买的衣服 美不 你是美 都美出鼻子套来的 那个你俩要是乐意美 就在屋里嘚嘚嘚嘚就行了 千万别除这个门啊 为啥呀 让你不看见 你爸这老脸还打算在用几年呢 我听明白了 妈 我明白了 就是爸说呀 这衣服是不好看 但是这衣服咱也没法退了 因为人家是买衣送衣 对吧 那你这衣服买完了花了钱了 也退不了 你这咋整 咋整 就是退不了了咋整 这扔了呗 扔了 好扔了吧 拿回来 你们这俩败家孩子 你们不穿 我穿 大家都知道 这个火红年代 嘎嘚嘚汤店是我的 对吧 对 那么我马上就要把它对出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儿子 就是黄小娟的二儿子 他把我调到嘎嘚汤店 连锁店的味觉总监了 所以说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来照顾这个店了 因此说我想把它对出去 有没有想对这个店的欢迎前来洽谈 有有有 有吗 天老弟 天老弟 还有我呀 长哥了我呀 天老弟我想对这个店 你上来说 你下来 你上来 你下来 你上来 你下来 你上来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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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刚才说啥 我说我想对这个店 不是不是这句 前面那句 前老弟 你怎么能叫我前老弟呢 我怎么 你数什么 我数大狼狗的 完了 我数出乙鸡 比我小乙鸡 叫你老弟正好 那你不能叫我老弟 那我叫什么 那我问你 你管黄小娟叫什么 大狗 那我跟黄小娟的关系 你知道吗 那俩现在正尬了着呢 等会儿 等会儿 什么叫尬了着 我们那都是都跟我说 搞对象的意思 就是尬了着 那既然你知道 我跟你黄小娟大姑 正嘎了着呢 那你应该管我叫大姑父 你怎么能管大姑父叫老弟呢 啊 你长辈一点都不分刀 你什么孩子你这是 行了行了行了 不不不 不对给你 赶紧走赶紧走啊 站住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大姑父 你这么说话 对我的态度对吗 大姑父 我跟你讲的大姑父 你对我大姑父 行 行 行 大姑父 我听他叫我大姑父 怎么那么恶心呢 行 行 行 这样啊 知错必改就是好孩子 谢谢大姑父 乖 乖啊 你这样 你先回去等着 我得考虑考虑 行不行 你放心 我肯定拿你当重点 好不好 你先回去听信 我都白叫大姑父了 还大狼狗 就是个搭京霸窿的 哎呀 我就 chara 简直回来了 哎呀 我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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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会长照了呢 哎呀 我的 哎呀 哎呀 我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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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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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长得好 像块肥肉似的 都能靠一坛子油 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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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等会儿 你怎么来了 你那店要往外对腰 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看我这是啥 这个 这不是我这店里的钥匙吗 对对对 这不是我店里的执照吗 对 你给偷去了 这可不是 这滚在叫偷 哦 我明白了 说说得好 马瘦毛长蹄子肥 儿子偷爹不叫贼 咱这是大驼儿子小驼爸爸呗 不是 我说的话你还没明白 就是说 肯定是我儿子钱顺风偷去的 然后给你的 才累了 对吧 看见没 这执照也在我这 钥匙也在我这 这样 这是两万块钱定期 你拿好 这店就我来了 慢走啊 什么叫这店就你的了 我什么意思 已经有人提前把定金交了 谁呀 老王 老王不行 你怎么能把店都给老王呢 为什么 关系就不行啊 咱俩啥关系 咱是一家人的 你儿子钱顺风是我乐部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你是我儿子钱顺风的岳父吧 你不可咋说 咱们是一家人的 你能眼睁睁的看我退休在家待着闲着没事吧 一天闲着无鸡六寿的吗 不行那得先来后到 我怎么好说好商量不行是不是 我问问你 你儿媳妇我们家二米丽小名叫什么 二驴子 知道他这驴随谁不 随谁 我告诉你我要是鸡眼我比驴还驴呢 你不是你 走 我那 出去 行行停停停 算我怕你了行不行 啊 你说怎么跟那个老王说呀这事啊 你就直说 不太好啊 必须得想个办法 对 让老王主动的把这个店让给你 懂吗 有这办法吗 就你这智商你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还得靠我这聪明的小脑瓜啊 你想想 我想想我想想啊 哎呀用什么办法能让他 有了 你说 一会儿你去找老王把他叫来啊 咱就说我这个电视啊知识问答有讲对电 到时候我出三道题 完了你跟他抢答啊 但是你不要抢过他 一定要让他让他先答啊 啊 头两道题都是孩子都会的啊 很简单第三道题很难是吗 我一定要出一个打死他都答不来的题 行吗 这就是咱俩给他挖个坑吗 对就给他挖个坑 深点儿挖啊 深点儿挖 我找老王去 没问题去吧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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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坑邻居吗 难题来了 我庆家老饭也要对这个店 老王头也要对这个店 老饭这辈子根本就没做过饭 他精英不好这个店 因为老王呢 毕竟过去我们会战的时候去搬过厨 嘎嘎汤做得老好吃了 所以说大家帮我出过主意啊 那个到底是老饭头可以对这个店的 还是老王头可以对这个店 来一百七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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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什么 怎么乱的还要 这样 同意老饭头堆电的请鼓掌 同意老王头堆电的请鼓掌 行了 谢谢街坊邻居 我心里有数了 老王来了 老王来了 小王爷来了 小王爷来了 你牵着个灯那有你啥事啊 回去吧 那个范爷爷 你爷爷要当老板了 不得有个保镖吗 你滚个变子去吧 保什么标保镖 要保保他 你看这个标 那个这么快就考虑好了 我没有考虑好 事情有所变化 怎么怎么了 我外面想到我亲家老饭头也要对这个店 你看你也要对他也要对 我很为难 这不就更起哄吗 所以为了公平竞争 我出过主意 咱们只是问答 有奖对店 来 答不答 答 别人我不敢干 您我不敢 答出听 答 很好 答 很有勇气 是吧 对吧 抢答 抢答 请进题 请进题 我们火红年代嘎啦汤 用的水不是一般的水 是很讲究的水 有两个选项 A 矿泉水 B 洗发水 请回答 爷爷 你想啥呢 你答呀 多简单哪 什么打就过去 这是个坑 谁拿洗发水 就嘎嘎嘎嘎嘎嘎 答呀 我我我我我抢他 我我没抢过他 我跟你说哈 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洗发水 快 哈哈 矿泉水 回答正确 不红矿泉水 太对了 耶 哈哈哈哈 耶 姜扁 姜扁姜扁 哎呀 哎坐下坐下坐下 第二道题了啊 问 我们咖喳汤店 用什么样的食用油 两个选项 A 大动油 B B 你该有 请回答 爷爷 还想啥呀 多简单答呀 快答呀 啥主意 我怕是坑啊 别老师坑 你这么简单吗 快答 我答 我等一会儿 又没抢过他 我抢来了吗 你抢来了抢来了 我抢来了 我答 我就想啊 这个鱼干油 要是做咖喳汤 他肯定性啊 对不对 大动油 回答正确 耶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听讲 不要客气 听我听讲 哎呀 小老范儿 你坐下吧 哈哈哈 也就是说 我现在已经拿到这个咖喳汤店精权的百分之六十了啊 这个可有一样啊 这个第三道题如果你答不对 嗯 前两样得的奖品你都得拿回来 我下一道题我要搭不上来这两样都还得给你啊 对 我既流勇退不答了 哎哎哎哎哎哎不行 继续你拿 我告诉你啊 不怎么走 第三道题奖品比这个丰厚多了 对 丰厚多了 什么奖品 我啥也没了 你没有了 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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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品 我这两万块钱你答对了 归你 打 你 二万块钱你都打 别吵嘲 别吵嘲 で 唉 打 打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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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听点 问 富宏矿泉水 和富宏大豆油 有什么优点 请回答 爷爷 答呀 多简单啊 答呀 怎么答呀 你那两刀题难剁了 拿回来 拿回来 这么拿 这就不让你 你这得拿回来 拿什么大块 是才有这规则对不对 对 答不答 我答了吧 你怎么拿回来 我还没答呢 你怎么证我答不上来 你能答上来吗 我当然答上来了 你答 富宏大豆油 吃出健康来 奇采矿泉水 人称富宏矿泉 饮水四源 回答完美 回南家去 耶 谁扎到南家贵你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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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连店连钱都是你的了 哎呀 我点呗 这么负你的 哎呀 太好了 行了 你现在就是我命啊 哎呀 我怎么感觉我丢点东西呢 你丢啥了 一个钥匙 一个执照 还有两万块钱 那哪是丢了 你让老王给赢去了 哈哈哈 你不跟我说你那第三道题 打死他 他也打不上来吗 关键不没 关键不没打死他吗 嘿嘿 我跟你说啊 嘿嘿嘿 老全 昨天晚上跟我说啦 叫我啦 哈哈哈 哈哈哈 嘿嘿嘿嘿嘿嘿嘿 我 行 老全 你给我挖个鲁是不 那个范爷爷 你少跟我说话 我告诉你老王 哎 你别告诉我 你别告诉我 现在我是总经理 嘿嘿 你没有自个儿跟我谈话 和我秘书我孙子谈 你有数字是不 怎么你 我没有人呗 那个范爷爷 你不是没有人 嗯 你可以找人啊 对不对 不是我吹啊 谁要来了 在我王小倩面前 我都让他爬着出去 王小倩你说话说话不 哈哈 说话 谁来了不好使 谁来了 我都让他爬着出去 爸 爸 哎 这啥呢这是 看 看 看 你看爸 啊 怎么了 男子汉大丈夫说爬 咱就得爬呀 哎呦 我这个点 爸 你猜您就在这呢 那个兑电的事 跟我前叔谈咋样了 不是 你现在就 问问王小倩 他对我兑电这个事 什么态度 我这态度是啥呢 前爷爷把这个店 对给范爷爷 我是赞同的 哎 王小倩 啊 啥味你赞同啊 这店是你的啊 你说给店就给谁啊 这是 我还告诉你 这个店我就对给老王了 谢谢 谢谢大姑父 因为大姑父 谢谢你大姑父 哈哈哈哈 大姑父 谢谢你 大姑父 老王 老王 我明白了 啊 我没输给你 怎么了 我输给你姑了 庆家 你别管我叫庆家 庆家不好使 一百个庆家 也顶不上人家有一个风韵游存的姑 行了 庆家 我认识你了 你姓钱 姓别男 爱好姑 爸 其实我觉得这个店啊 对给我王叔挺合适 怎么你王叔啊 他是你前叔的侄儿 叫大哥 哦 大哥 别闹 等会儿 等会儿 大爷爷 小米那儿管我爷爷叫大哥啊 我叫他啥呀 我告诉你 你王小倩 从今天起 就是小甲鱼变蛤蟆 啥意思明白没 没明白 没辈儿了 我跟爸推讲 这个小米那儿 你这不难 你变着我爱 老范 老范 我真不知道 你对这个店这么伤心吗 要这样 老范 我退出 我退出 给老范 我从信出给老范 给老范 好吧 咱不论的 老范 老范大哥 你为什么要对这店呢 我这退休 都在家待着寂寞 你寂寞 你有老王寂寞吗 你回到家里 有三个姑娘 两个姑爷围着你一转 他有吗 你回到家里 有个胖壳壶的老伴照顾你 他有吗 我明白了 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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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庆祭做这对 这个店应该对给你 没事没事 原谅我啊 没事 我这纯属的是 饱汉子不止恶汉子鸡 你这么一说就 我没法回答你的 行了 咱说点正经对吧 老范大哥 来过来 这钱你拿过去 老王 这个嘎嘴汤店 就归你了 你拿着 你拿着 快点 而且对这个店 你不用拿一分钱 赔了 算我老钱的 挣了 算你的 听我说 我相信你老王 你会把这嘎嘴汤店 经得很好 而且是我们社区当中 一个很好很幸福很快乐 相聚朋友的一个平台 是吧 这个行 你别哭了 哭啥呀你 别哭 啊 男人哭什么 我呢 马上就去上任了 你也知道 连锁店的味觉总监 啊 那个 我不一定啥时候 来抽查你这个店 看你这个好吃不好吃啊 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行了 同志们 我走了 再见啊 再见大顾峰 哎 搜索能不见 别说搜索您 大顾峰 慢走啊 王总 我我我 王老板 那个商点事儿呗 有什么事儿啊 你看你已经是店里老板了 嗯嗯嗯 你能不能给我们家解决一个当服务员的名额 一点问题没有 谢谢了 你家必须得处一个服务员 好好好 但是你得回答我一道问题 啥问题啊 你有两个选择 啊啊啊啊 A 你老伴 B 老米太太 这我得好好想一想 那你慢慢想 A 我老伴 B 老米太太 这俩不是一个人吗 你这老家伙 你不要我 你就支持我呗 对 街坊邻居们 今天晚上咱们社区 要搞一个大型的联欢会 由咱们物业和业主共同参加 而且要求我们物业一定要和业主 共同演一个节目 我 是咱们物业的艺术类的代表人物 我呢 就给黄小黄打了个电话 想请黄小黄呢 跟我一起唱一个歌曲 黄小黄说他不在 他在外地呢 他回不来 没事 他回不来不要紧 我找金大美 我跟你们说 街坊邻居们 每次我来这个楼 我都心里很忐忑 为啥呢 黄小黄 金大美 两个人 是我们这个社区著名的 大龄单身女青年 俩人呢 平时看着可好了 你们不知道 暗地里 家呀 我跟你说 就我来他们这儿 我先进谁家 后进谁家 这搞不好都容易摊上事 物业其他人都不敢来这个楼 我敢来 因为我太聪明了 我跟你说 今天没事儿 滑上滑上不在家 就像金大美 怕傻 大美 金大美 谁呀 物业照缸子 舒服 物业着火了 没着火 没有 没有 不是 那你平时一线 我们都唯唯诺诺的 今天得这么阳刚呢 这话说的 我啥时候来你这儿 我唯唯诺诺了 啥时候我都是阳刚的 要不我敢叫上刚的呢 不是 不是 你赶紧 你还是恢复唯唯诺诺的 要不然我不适应了 我跟你说 大美情况是这样的 今天晚上不要搞这个联欢会 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唱个歌 咋样 你会唱歌吗 我都没听过你唱歌 还你没听过 我都没听过我唱歌 我告诉你大美 我平时我是不在外边唱 我都是在家里边唱 尤其我在洗澡的时候 对吧 我就爱唱歌 我跟你说我唱得老好了 你嫂子都跟我说 说我是御史哥霸 那就是御霸 御霸 对 就是御霸的意思 你知道吧 那你老在家里霸没有用 你知道吧 你得在街坊女人面前霸一霸 唱一唱 让我们听听 对吧 对吧 你这你还不相信我的实力是咋的 三下雨 咋样 咋样 你行啊 你有才啊你啊 好 唱得好 大美 我的水平你已经感受到了 现在就是你的水平 不不不不 这样咱俩好配歌 不不不不不 没事 你放松 今天我拖着你 但我怕我唱不好 没事 有我拖着你 唱一个 耳末朗 朱姆郎 朱姆朗 朱姆朗 哎呀 哎呀我的妈呀 大美 没事没事没事 太好了 我跟着大美咱俩在一起太合适了 现在跟我去屋iers咱俩选歌练歌 刚才刚才知道我不知道去 这么大的事我得准备一下 你让我洗个澡 不用 你洗什么澡 你现在正好 你唱歌你洗啥澡啊 我必须洗澡 这是大事你知道吗 你等着我 我以惊人的速度洗个澡 我马上就来 行 好好好好 我等你啊 别着急 成功了 这家伙太好了 黄小华 我回来了 我回来给你唱歌来了 惊喜吗 洗到没洗 我惊着了 你不是说你回不来吗 你偷着乐了 我专门为你赶回来的 谁让你为我赶回来的 咋的 赵刚子 你跟我说话 能不能阳刚一点 这么委委诺诺的干什么呀 你不了解我 我这么多年 那我不一直唯唯诺诺吗 我什么时候想干过 你咋的了 是不是演出取消了 没有 没有 那你赶紧去准备呀 你来我们楼道干什么 对 对 对 那个我今天我走错楼道了 我本来是要到楼底下 找那个张姨 让她给我办舞 我走了 你等会儿 找张姨办舞 张姨都在床上躺半年了 咋给你办舞啊 那个 我有点紧张 王姨 不是王姨 是赵姨 是金姨吧 对 金姨 哪个金姨 金大美 你金姨 赵钢子 你啥意思呀 你不是说让我跟你合唱吗 你是不是想临时把我给换了 我告诉你 赵钢子 你要敢换我 我就跟你拼了 赵钢子 你知道你捡多大宝吗 你知道我唱歌有多好吗 我在我们那群小伙伴里面 我就是卖吧 我组织唱歌都没人敢去 你知道吗 小话都别说了 我去简单导致一下 你在这儿等我 我一会儿去屋檐给你排列 完了 我探上大事了 我探上大事了 这咋整 不行 这要不跟黄晓皇唱 黄晓皇得跟我拼了 你去黄晓皇跟我拼了 我还不如把金大美先给怼回去 对 把大美怼回去 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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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大美 金大美 孤感 继续 姐 我 你 漂亮 她 我 那 那是 那呀 你是不是嗓子坏了 我跟你说就刚才你那样嗓子 我都没好意思纠正你 你那方法不对你知道吗 完了临时失声 是不是大美啊 是不是大美你说的太对 我就是失声了 大美你看我们这样 你说我这嗓子这样了吧 跟你也没法唱了 咱俩就不唱了好不好 行赵刚才你这样 你不唱我也不唱了 够意思吗 不行你得唱 大美你看 你刚才你那个细胞一唱完了以后啊 大伙都欣赏 对吧我欣赏了 街坊邻居还没欣赏呢 所以你得演 你听见没 这样 你来个毒的 你搞个毒唱 毒唱 对 我跟你说啊大美 毒唱 跟二重唱档次可不一样 行可以 赵刚才那我独唱 那你咋整啊 我没事 我嗓子不是不行 我不是失声的吗 万一我晚上突然好了 也没准哪个不开眼的就会找我来 我要拉后腿我也拉那不开眼的 行 就这么定了 毒唱是吧 好 可以 走 物业排练去 哎哎哎哎 不是 那个 大美你你来 你现在不能跟你去排练 大灯 我觉得你 你应该再去洗个澡 刚才都洗了了 太洗啊 你刚才你洗的不是二重唱吗 你这不是独唱了吗 你档次上来的 你不得洗个独唱呢 这里 你等着我 我以惺人的速度 我洗个澡 等我啊 快去吧 好嘞 快去快去 解放邻居 我太聪明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马上叫滑滑滑赶快走 滑滑滑滑滑赶紧走 刚刚哥 快 拉我一把我卡住了 快快快 哎呀我的天 哎呀 哎哟 咋样 咋样 钢子哥 哎哟 我的妈呀 外国啊 你这是去唱歌啊 你还是去结婚的 看出来了 确实是婚纱 为我自己准备的 别要外国 你就是唱个歌 你把婚纱穿上了 你这不可惜吗 以后你咋穿呢 哎 这辈子够呛能用上了 正好 活动不是挺大 人挺多吗 我行思展示一把 行行行 走 赶快去午夜 你等会你等会 干啥 我话还没问你呢 我唱歌可是老好听了 你唱歌咋样 你别拖我后腿 看你那话 我知道 你怎么就不相信人呢 你平时说话唯唯诺诺诺的 你唱歌能出声吗你 你这话说的 我平时什么时候唯唯诺诺的 我一说话我就张口 我就难高阴 我跟你说黄雅滑 刚才就 你就有人欣赏了我的歌曲 你知道吧 我跟你说我一张嘴 咔地下就能把你震撼了 你还不信这声 走 刚刚啊 你这嗓子 是好了 哎呀失声烂的 失声烂 不是你嗓子啥时候坏的 没准我好乎坏的 别演了 哎呦他妈呀 我还在那美呢 这家伙又找我合唱又等唱 那咋的黄雅滑来了 把我踹了 我跟你必须对我有个交代 早我都洗两回了 不是 赵刚刚你傻意思 你到底答应谁呢 你让谁跟你合唱啊 你要是走答应大美姐 你忽悠我 那你大老远回来干嘛 婚纱我都拿出来了 这没死出事了 你知道吗 就是是是太过分了 你干啥 你干啥 别说了 我说怎么回事啊 每次我觉得我挺有理的 一到你们这个楼层 我就成没理的了 干啥呀你俩这事 这事得说清楚 我告诉你 是 我不想听 我不想听你说 不是你不想听我的解释 他回不来我就找你了 你别跟我说 我也不想听 真是 不是行行行 这样 咱这事就算翻片了 行不行 咱仨一起唱一个 行了吧 不行 好 妹妹不带他了 不带他了 姐不带你唱 行姐咱俩二组唱 你说二组唱 你 玄音玄音歌 唱 唱啥歌呢 唱那种 姓视角题材的 吓死他了 唱啥歌 唱这个哈 你看你会不会哈 好 我 哦 哦 哎呀 跟我唱的一样好 你来 我的平凡岁月里 有了一个你 舍然的充满火灭 紧着了没 赵刚刚 我看这样吧 你看好不好 还是你加肉进来吧 对 我觉得人多 可以掩盖一些问题 对 行 就这么定了 那个华儿啊 你看咱仨唱嘛 可以 咱仨唱啥呢 就唱刚才那首歌 不行 绝对不行 你快去 我乱走 张总 你好 你好 张总 来来来来 回强力就在这呢 怎么呢 你们来了 今天晚上要搞晚会 我们能不能都唱个歌 对呀 对呀 都唱啊 我们都想唱 行啊 那干脆这样吧 我说咱们大家一起唱个合唱咋样啊 行行 好啊 唱啥呀 对呀 唱啥呢 你看啊 咱们这个物业 咱们这个业主 还有咱们整个这个小区 就跟一家人一样的 彼此之间互相关照 相亲相爱 唱相亲相爱 不ứ states 好样 好啊 叉破 好넌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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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强 людей 好啊 好了 看嘴 detailed 天下小晴月晒 多想千里万岁 未来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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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家庭